小羊点心铺 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五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 智慧欧母蛋 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 这段关于智慧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亲爱的小朋友 你最近有沉迷的事情吗 手游漫画 还是某些玩乐的事情呢 耶稣透过比喻告诉我们 这些令我们沉迷的事情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正如人的眼睛 会影响他的全身 同样我们的心 也会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 影响着一生专注在什么样的事情 一个人的眼睛若不健康 全身就黑暗了 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若不正确 他一生的方向就会错误 因此耶稣提醒我们 要把注意力放在正确的地方 要学会分辨什么是对我们自己好的 什么是对自己不好的 如果年纪还小 不会分辨 我们可以跟自己的爸爸妈妈 或是信赖的长辈来讨论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认同大人的意见 但要相信这些人都是爱你的 没有人希望你过得不好 只是现在你们意见不一致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约大家一起祷告 寻求上帝的心意 毕竟上帝永远是最可靠的 对吧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提醒我 我的财宝在哪里 是在耶稣里 世上的任何财宝都比不上你值得依靠 求你帮助我 当我迷失的时候 才派天使来帮助我 好叫我可以走正路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称